在压块机工作过程中,如果物料水分比较大,生产出来的压块成品就是上面这个样子,成型比较短,表面有裂纹,密度比较小等,这样的物料做出来后,非常适合用来做草丘饲料,喂牛喂养等,如果用来替代为燃烧,可以烘干或者晾晒一下物料,这样做出来的压块密度基本在1.0以上,且十分的耐烧。